第621章 楚行云的震惊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水流香身上依旧弥漫着九寒之气 五道星红之光闪烁 衬托她如同一尊掌控生死的寒霜女神 但此刻她的双眸却凝望得入神 好似陷入了这段悠扬历史当中 忽然间 她的眼眸闪过一道一光 身影变得虚浮 朝着那重重光影踏步而去 流香 楚行云看得惊疑 立刻出声呼唤一声 雨落 水流香却未停下脚步 眼前的光影越发狂乱 那白衣女子的身体继续暴涨 足有万丈之高 通天彻地 星光缭绕八方 宛若她就是星辰的化身 既然你心怀不轨 那我也不会再留情 今日 我要让你埋骨此地 寂灭于星辰之中 水落秋的话音带着怅然之色 她缓缓伸出手 任由星光洒落下来 眼中 泪珠滑落 哄 白衣女子的身体再度暴涨 变得更加地璀璨起来 星光环绕 那星辰古镇也在疯狂地运转 扫荡夜空 杀戮无前 任何人都不能抵挡 此战 我绝不会摆 邪气男子充满了自信 他挥动着方天化己 身前 黑白之光绽放 化为一道太极阴阳鱼 似能穿透远古阴阳 在轮回中游荡 哪怕血肉崩溃 化为一缕残魂 我也要让你堕入轮回 水落秋身上 同样流转出黑白之光 这瞬间 仿佛她的身体 化为了一道轮回漩涡 生生不息 死亡寂寥 两股截然不同的气息柔和 随即轰隆一声 她的身躯变得坚硬 如磐石 耸立在天地之间 气息依旧 在整片空间中闪烁 去 水落秋嘀喝一声 她的身躯中 略出了一道微光 释放出无尽的黑白之光 当看到那一雾的瞬间 楚行云的双眸睁得巨大 瞳孔更是紧缩如针 下意识吐出了一句话音 这怎么可能 那是 轮回史 此言刚落 璀璨光滑绽放 整座古城在颤抖 虚空都瑟瑟晃动 每一个角落 都是那无尽的星光 以及充满着痛苦悲愁的嘶吼声音 嗡 脑海中 一道轻微声响陡然传出 将楚行云惊醒过来 她睁开眼眸 发现自己站立在原地 弥漫在周围的璀璨光滑 已经消失了 所有人都静静站立着 毫发无损 刚才的那一幕幕 似过去许久 但对于外界来说 却不过是短短一瞬 如梦 四幻 水落秋 邪气男子 还有轮回时 这一切 到底有何关联 楚行云虽然回归了现实 但她的思绪 依旧停留在刚才的光影当中 这两段光影结合起来 是一段悲虐之情 那枚耸立了万千年的万星断食 是绝美女子的身躯 最后 她仍是死了 身躯化为磐石 碎裂灰飞 最后仅剩下这一部分 里面 蕴含着她 万千年不消的仇丝 楚行云可以很确定 水落秋和那名邪气男子 她都不陌生 两人的气息 很熟悉 仿佛在哪里接触过 而且 并非是上一世 而是这一世 还有那没绽放出 黑白之光的玉石 像急了轮回时 那一股独特的气息 无法复制 更不会认错 但 轮回时是轮回天地的 本命之物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此地 再者 刚才水流香的突然出现 也让楚行云尤为震惊 前者眼眸中的那一道一芒 绝对非比寻常 水流香所看到的光影 更深奥 也更加让人匪夷所思 连楚行云都没有接触到 万星断食释放出来的流光 笼罩了整片天地 数千名舞者都沐浴在流光中 但最后 似乎只有我和流香 看到了那一段历史光影 楚行云抬起头来 只见水流香 溢立于虚空 他身上的星红光芒 已经消散 久寒之气也收回体内 回归于平静当中 不知道何时 叶千寒站在水流香的身旁 他身上散发出古怪气息 见水流香不再释放久寒之气 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心念微动 那股古怪气息 立刻消散掉 空间内的众人纷纷回过神 相互对视间 脸上都浮现出疑惑之色 似乎都在感觉到疑惑 为何万星断食突然碎裂 又突然绽放出万丈流光 最后 却未曾引发什么异想 但很快 他们不再思索这一问题 将目光投放在水流香的身上 脚步后撤 仿佛心中已经存有恐惧 不敢再过于靠近水流香 刚才的九寒之气 太惊人 且无法控制 他们都不想死 怕被永封于寒霜之中 我师妹修炼十日尚浅 只是小辈 古宗主却自然出手试探 着实是出乎我的意料 看来这夜宴是一场鸿门宴 只为针对我九寒宫 如此举动 令人唾弃 夜千寒突然嘲讽出声 话音如尖刀般风锐 使得古繁星面色阴沉 心中有熊熊木火燃烧 他沉阴片刻 还未出言反驳 夜千寒就继续道 此次六宗大笔 我九寒宫绝不会留情 魁首之位 仍会落于我们手中 说完后 他的身形一闪 立刻带着水流香离开了这里 消失在茫茫夜空当中 看到这一幕 顿时人群心神惊颤 下意识朝古繁星的方向看了眼 暗暗露出了苦笑表情 今日 新城古宗已经丢了面子 最后 居然还被夜千寒如此呛声 身为新城古宗之主的古繁星 此刻又岂会畅快 如此一来 明日的六宗大笔 更加有趣了 水流香展现出来的实力 震撼八方 能激战阴阳五重之人 他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夺魁热门 其他宗门要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 是坐以待毙还是直面激战又或者暗藏底牌 今天发生的是 无数人都亲眼所见 注定会传遍新城古宗 引来所有人的好奇 水流香 无疑会聚焦着无数目光 他实在太神秘了 深不见底 那两人虽然已经离开 但夜宴却未结束 我们继续倡议 只见纪渊陡然开口道 让原本僵硬无比的气氛 得以缓和不少 古繁星立刻心领神会 朗声笑道 诸位 夜宴继续 莫要因为小小插曲 就坏了性质 见状 人群纷纷举起手中的酒杯 放声畅饮起来 但场面虽如此 夜宴的气氛仍显得沉闷 各大宗门的强者 都是阴沉着面旁 低声讨论 透出凝重之气息 楚行云也同样如此 他的脑海中 闪掠着万千思绪 正在沉思着 今日发生的一切 不多时 夜宴就这样结束了 人群陆陆续续离开了此地 很快这万星楼内 就只剩下五大宗门的核心高层 以及十名天才妖念 但见古繁星站起身来 目光朝众人扫去 缓缓叹了口气 这才道 看来我们的计划 只能坚定不渝地实施了 本章完 第622章 记住气息 小说 林建尊 作者 云天空 听到这一句话 在场人群的眉头促起 目露锋芒 包括十名天才妖孽 表情同样如此 在夜宴开始之前 五大宗门的核心高层 就曾暗中商议 要联手针对九寒宫 正因为这个原因 才会出现刚才的一幕幕 甚至连莫廷薇的出手 都是试探 针对 十名天才妖孽 皆是心思聪颖之辈 不用明说 他们都察觉到了这点 故而 对于古繁星说的话 也很容易就能听懂 无不是在心中沉吟 古繁星说完后 范吾杰接话道 这个水流香的实力高深莫测 刚才所释放出来的寒气 已经是无比强横 但我隐约有一种感觉 这 仍不是他的极限 咯当 人群的心脏 同时颤抖了下 尤其是面色苍白的莫廷薇 他的呼吸都停止住 脑海中回想到刚才的一幕 心里就生起恐惧之感 若非古繁星出手 或许 他已经变成一具死尸了 一人之力 便能力敌莫家主 此女定然是隐藏了修为 同时 他身上也必定存有无数底牌 否则不可能达到如此境界 不知你们是否有所注意 那股诡异寒气 水流香 似乎并不能完全掌控 纪元插嘴说道 他自始至终 都在观察水流香的举动 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此我也有所察觉 不知副古主有何高见 古繁星顿了顿 突然看向侧方的 一名轻衣中年 此中年正是七星谷之主 傅孝晨 傅孝晨看着古繁星 点了点头 出声应道 水流香身上有红光漫出 红光越多 那股寒气就越是恐怖 但第五道红光出现后 它就无法控制寒气 连自身都深受影响 以我的判断 水流香的极限 乃是开启四道红光 实力大概是阴阳五重层次 在网上 虽强 但自身无法控制 还会遭到强烈反噬 人群听得不断点头 一名年岁不足二十的女子 天赋再强横 也终究有一个限度 这股寒气 就是一柄双刃剑 既是水流香的强横之处 但也是限制之处 六宗大笔 对我们的意义非凡 九寒公派出水流香 多半想要蝉联魁首 为此 我们五大宗门定要合心合力 绝不能互相残杀 否则 我们绝无希望 纪元的目光 看向楚行云 话音带有几分深长意味 顾天骄的师尊 捋着发白长须 没有说话 神色却也明显 同样聚焦在楚行云的身上 显然 他们都知道 楚行云和几人的私下恩怨 想让双方暂且放下成剑 一同针对水流香 毕竟在六宗大笔的面前 一切恩怨 都不值得深究 更不值得相互残杀 实力堪比阴阳五重的水流香 太棘手 一定要将其除去 不能狗留 私人恩怨而已 在大事面前 自然不会计较 范无杰的声音再度响起 他对着古繁星说道 既然我们已经是盟友 不知古宗主 能否将古星秘境的些许新秘 与我们这些盟友分享一下 这话说的没错 既然是盟友 那就应该相互分享新秘 这才是知己知彼 纪渊和范无杰的关系素来不好 但此刻 他也赞成了范无杰的话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放了过来 呼吸平住 似乎不愿错过任何一个字 至于星辰古宗的高层 则是脸色难看 暗暗笔一范无杰的狡猾 这次的六宗大笔 将在古星秘境举行 古星秘境 位于星辰古宗之中 但凡是关于此秘境的讯息 都被星辰古宗封锁了 任何事例都难有情报 这是星辰古宗的优势 能让他们先生夺人 现在 范无杰抓住盟友二子 让星辰古宗 分享古星秘境的心秘 这自然会让星辰古宗之人不悦 若将情报分享了出去 他们将毫无优势 但若不分享 如此联盟 将形同虚设 古繁星面容平静 似乎没有因为刚才的话掀起波澜 他诞生回到 关于古星秘境 我们也是知之甚少 只知道 此秘境来自一处名为 星辰仙门的古老宗门 那里 似乎是星辰仙门的宗门所在 星辰仙门 听到这四字 楚行云的心脏狂跳了下 他记得那段历史光阴所述 水落秋 赫然正是星辰仙门的先主 然后呢 范无杰继续追问 他并没有注意到 楚行云的异样 实际上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古繁星的身上 想迫切知道 关于古星秘境的情报 没有然后 古繁星摇摇头 声音无奈地道 古星秘境出现的时间不久 我们也先有探测 只知道一些寻常情报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此秘境非同寻常 其内存有无穷无尽的造化 但同时也有万千危险 范无杰的表情阴沉下来 干干笑了几声 显然他并不相信古繁星的回答 其余之人也同样如此 甚至还投影一抹冷笑 相互间立刻出现距离感 古宗主不愿多说 那我也不再多问 时日不走 我暂且离开了 纪元微微抱拳 转过身 直接带着林静轩和罗森离开了 没有丝毫的迟疑 我七星谷也就此到此 傅孝辰的表情也不太自然 他走后 神霄殿和万剑阁 也立即离开了万星楼 离开时 身上都散发出冷意和不屑之意 完全没有刚才的同仇敌开之感 古繁星将这些目光都收入眼底 他凝视着正前方 待所有人都离开之后 这才继续开口道 景天 那识人的气息 你都记住了吗 禀父亲 一切都记住了 尤其是水流香 孩儿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寒气 如若我与他相遇 定能将其斩杀于手下 古景天公身回应着 他的漆黑眼瞳闪烁着金芒 不停运转 最后凝成一道金色六芒星之图纹 似蕴含着鬼秘和玄妙 我知道你的实力 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古繁星道诫一声 古景天重重躬身 朗声说道 孩儿明白 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待 话虽如此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古景天的脸上充满了自信之色 那道金色六芒图纹消失不见 眼瞳重新变得漆黑 一线一消 处处透着难以言说的古怪 本章完 第623章 再探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范吾杰带着楚行云等人回到了筑地 此时 他们聚集在一处阁楼内 除了百里狂生和楚行云 一众建筑长老也在此地 每个人都带着凝重气息 今日发生的所有事 你们不用放在心上 务必要以六宗大笔为重 范吾杰看向楚行云和百里狂生 今日夜宴发生了太多事 连万星断食都突然碎裂 他担心着两人会分心 特意出言告诫 当然 他这句话还亦有所指 想让楚行云 忘记关于诅咒的事 楚行云怎会不知晓这点 也不点破 脸上摆出毫不在意的模样 混淆范吾杰的视听 水流香所拥有的实力 远在你们两人之上 进入古星秘境后 你们定要小心谨慎 若能和其他人联手 将此女灭杀 绝不可错过如此机会 不过 你们也不可敬行他人 范吾杰与风一转 开始尊尊告诫 至于诅咒和万星断食的事 早已经抛诸脑后了 我们五大宗门有所计划 面对水流香之时 不得自相残杀 务必要联手诛杀此女 但计划终究只是计划 在出手之时 无人能担保对方的真意 所以要多加提防 特别是神霄殿和大罗金门 范吾辰接话道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素来跟万剑阁不合 更何况 这两大宗门的天才妖孽 都跟楚行云存有恩怨 六宗大笔期间 任何人不得进入古星秘境 那里 将会是十二名天才妖孽的决战之地 一切的恩怨 都会在那里了结 对方也不会再顾及身份 尤其是楚行云 他的天赋虽惊人 奈何修为低下 远远落后于众人 最容易遭到围杀 范吾辰自然要多多告诫 生怕楚行云惨遭淘汰 白白丢了性命 放心 我定会保护好洛云 百里狂生低语道 他眼内闪烁着微光 话音笃定不移 范吾辰点了点头 再道 古星秘境出现的时间不久 但作为一方秘境 新城古宗肯定多次查探 他们说事不知晓 但多半有所隐瞒 如若有机会 你们可以暗中尾随 古景天和柳世韵 从而窃取情报 柳世韵和古景天 皆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妖孽 实力无比强横 古景天身为宗主之子 肯定有无数底牌 对于他 我们先有了解 绝不可轻敌 范吾杰又补充了一句 在刚才的夜宴中 古景天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出言 都默默站在一旁 也正因如此 这让范吾杰 有种坠坠不安之感 其实 不仅仅是古景天和柳世韵 各大宗门的天才妖孽 都不容小觑 他们的身上 不仅藏有无数底牌 也会有众多珍宝防身 寻常阴阳静强者 都不会是这些人的对手 水流香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阁主所言 骆云铭记于心 楚行云点了点头 他比范吾杰 更了解这些天才妖孽 心中绝无轻视 但 他也不会惧怕这些人 反而有种跃跃欲试之感 颇为的兴奋 真正的强者 素来不会惧怕强敌 敌强 我自强 更能激发出潜藏的天赋 这也正是楚行云所需要的 范吾杰欣慰一笑 继续告诫几句后 也就让众人各自回房了 明日十分 六宗大笔即将开始 所有人都要养精蓄锐 迎接这等盛世的到来 楚行云回到庭院后 直接进入了修炼密室 他前脚刚刚踏入 很快 他就进入了黑影形态 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庭院 朝九寒宫的驻地奔去 今日 水流香的九寒绝脉突然失控 险些造成巨大伤亡 虽说最后并没有发生意外 但楚行云心中 还是充满了担忧 想暗中探望一番 圣兴城的深夜显得尤为寂静 群星璀璨 夜风呼啸 隐隐透出一股暴风雨前的宁静之景 楚行云来到了九寒宫所在的驻地 这里是一座占地极广的府邸 还未踏入 他就能感觉到 一股冰冷寒气弥漫而来 似乎连天地凌厉 都变得冰冷了许多 给我宁 一道细微的声音传来 只见在府邸最深处 一道幽子的身影闪略出现 他手捏繁杂法印 拍向虚空之间 一股邪恶阴森的气息降临下来 缓缓没入到前方空地之上 而在空地的中央处 一袭黄群的水流香正盘坐在那 他双眸闭合 气息全无 任由这股气息没入体内 身上有九道星红光芒闪烁 越发变得暗淡 最后完全消失无踪 但那股邪恶气息完全消失 水流香的眼眸陡然睁开 一如既往的空洞无华 身体站立而起 对着叶千寒微微躬身 诞生到 多谢师姐出手 叶千寒随意点头 五股手掌探出 一抹微弱灵力渗透出来 就犹如游丝般 缭绕在水流香的身上 好像在细细查探着什么 过了片刻后 这才缓慢收回 如是重负般地 吐出一口浊气 九寒绝脉 本就难以压制住 遭受涅槃之气的强行渗入 多半会有所异动 再加上天魂控星石的影响 稍有不慎 就会引来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 这叶千寒 虽是九寒宫的天才 但要掌控这两大一宝 还是有些困难 这点既是危险 同时 也是希望所在 说不定我能找到办法 使得流香完全恢复神志 楚行云藏匿在黑暗处 将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天魂控星石 是一件西式一宝 以夜千寒现在的底蕴和实力 还远远难以掌控 否则的话 今日 水流香也不会突然暴动 强行突破第五道雪橇 只要能找到机会 让水流香摆脱天魂控星石的掌控 并非不可能之事 虽难 却仍有一丝丝希望 除此外 楚行云总有种预感 万星断食的突然碎裂 以及那一段历史光影 绝非偶然 它的出现 肯定代表着某种意义 只是现在还未曾进入古星秘境 还不能彻底推测出来 毕竟 那一段历史光影 属于水落秋 而古星秘境 恰恰是星辰仙门的底蕴所在 两者之间 意义非凡 明日就是六宗大笔召开之时 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叶千寒的声音再度响起 他摆了摆手 让水流香离开了庭院 返回到修炼秘室中 随即 叶千寒转过身 那双闪烁着紫芒的眼眸 突然看向了楚行云所在的方向 嘴角之处 一抹冰冷弧度 缓慢绽放开来 诞生到 亏塞了如此之久 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 话音落下 叶千寒身上 漫出一股强横灵力 冰冷幽光 极略而出 刹那间 整片虚空弥漫着刺骨的冰寒气息 灵力寸寸冰封 军烈 最终化为万千冰花 绚烂而又充满危险之感 本章完 第624章 冰妖领域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冰花漫天 引动阴寒之气 整片夜空都像被冰封住 变得无比的凝固 楚行云可以感受到 这股阴寒气息 很霸道 能轻松冰封凌厉 但它并没有动 依旧站立在原地 任由冰花不断靠近 咔嚓咔嚓的碎裂声响起 未等楚行云有所动作 在它的身后之处 陡然有一道血光冲天起 将这些冰花都湮灭为虚无 寒气消散 嗡一声 一道笼罩着血光的黑衣男子出现 他就躲藏在楚行云身后不远处 只见他的眼眸中带着诧异 深深凝视着夜千寒 也不出手熬战 转身就要离去 既然来了 又何必离开 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夜千寒吐子冰冷 刹那间无尽的幽子光滑绽放 比刚才更加的绚烂 下一瞬间 诡异一幕出现 只见整一片空间 无数冰霜疏然出现 凝聚成一尊尊庞大妖兽 或为猛虎 或为大鹏 又或为孤狼 携带着重虫兽影扑来 立刻封锁了所有去路 雕虫小戒 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 黑衣男子似乎颇有自信 他身上气息绽放而出 天地之力急速凝聚 化为一道道利剑 不断刺向那些冰霜兽影 毁灭气息惊人 楚行云瞬间判断出来 这名黑衣男子的修为 已经达到阴阳二重境界 来自神霄殿 自身实力算是极强 作为六大宗门之一 神霄殿的实力 处于中游层次 此宗门信奉五权神兽之道 但凡修炼之功法 都隐约蕴含诸神气息 前几日 楚行云和顾天骄发生冲突 顾莽踏步而出 妄想以气势镇压楚行云 而那个时候 顾莽所修炼的武学 名为杀神九境 顾名思义 杀神 乃是极致的杀戮之道 杀伤力最为强横 一步一转 九步为颠 当修炼到极致层次 一谋一动 都是杀念 极其的恐怖 眼前这名黑衣男子 同样也是修炼了杀神九境 从气息判断 已经达到第七层次 一键落下 连天地之力都要斩断 轰隆隆的声音传荡出来 冰霜兽影炸裂 那黑衣男子 不禁露出一抹得意笑容 刚一转身 却见那冰霜兽影 再度浮现出来 而且 缭绕在他身上的灵力 也化为了重重冰霜 将经脉和灵海 都彻底冰封 更甚者 他引以为傲的天地之力 也完全不受控制 变成了一缕缕寒气 化为兽影 重重叠叠 张牙舞爪地朝他扑来 真弱 叶千寒目光凝视着黑衣男子 淡淡地说道 从你踏入庭院的那一刻 我就发现了你的存在 只不过 你似乎没把我放在眼里 所有目光都落在水流香身上 不仅是你 但凡盛兴成的舞者 恐怕都是如此吧 话音落下 叶千寒身影冲出 但见他的身影消失 整片空间寒风呼啸 冰霜凝聚之间 竟化为了叶千寒的身影 突兀出现在黑衣男子的面前 浑身上下都是冰冷寒气 毫无人知生气 见状 黑衣男子的脸色铁青 心神充满惊诧 刚才的那一幕 他完全没有看透 只感觉叶千寒化为了寒霜 能随意穿行于虚空之中 好生诡异的手段 楚行云同样惊诧 从他踏入庭院的那一刻 他就有种古怪感觉 似乎整一片空间的寒气 都蕴含着一股怪异气息 而这股气息 来源于叶千寒 似乎他化为了空间的一部分 而刚才 叶千寒也做到了这点 一念之间 深化冰冷寒霜 穿梭于虚空当中 就连灵力和天地之力 都由他掌控 轻松至极 沙 黑衣男子怒吼一声 他身上喷涌出沙意 步伐倾踏 身后隐约浮现出一尊沙神虚影 血色手掌朝叶千寒 轰然拍去 沙神气息和寒霜碰撞 这刹那 黑衣男子 只感觉浑身浮现出冰冷寒霜 仿佛他的身体都在结冰 一重又一重的冰霜凝固起来 连他的意识 都要被逐渐冰封 请客间 他脸上浮出绝望之色 沙神虚影 游在 那一抹血色光滑照射下来 使得他的面庞更加的触目惊心 他人只知道水流香的酒寒之气 却不知 我叶千寒的冰妖领域 也同样霸道无比 虐杀阴阳二重之人 不费吹灰之力 这是黑衣男子听到的最后一道话音 来自于叶千寒 待着话音落下 黑衣男子的身体陡然一颤 一道道冰花从他的体内炸开 冰封血液 洞彻脏气 整一尊身躯 就这般化为了漫天的冰屑 仿佛从未存在过 在黑衣男子身体炸裂的那一瞬间 下方 楚行云的心脏也随之颤了颤 他虽未接触到这漫天的冰花 但那一股寒气 却让他浑身汗毛倒竖起来 感觉到强烈的危险气息 啪啪啪 冰花从半空中落下 触地后 碎成一地的冰渣 那藏匿在冰渣中的寒气渗出 汇聚成流 最终融入了夜迁寒体内 而他则是毫不在意 仿佛虐杀一名阴阳二重的强者 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楚行云没有继续窥伺 他全力运转着黑影姿态 悄悄离开了府邸 冰妖领域 这便是夜迁寒的底牌 楚行云的心中充满震惊之意 同时 他也在心中暗暗揣测 夜迁寒到底有多强 夜迁寒说的没错 经由这几日发生的事 所有人都知道了 水流香的强横 万千目光聚焦下来 都只是关注着水流香的一举一动 如此一来 夜迁寒的存在 完全被水流香所掩盖住了 并没有人过多在意 但归根结底来说 夜迁寒才是九寒宫培养的天才 他的实力绝不简单 而且 身为九寒宫公主之徒 他坐拥无数修炼资源 就连天魂控星石的秘密 他也知晓 还掌握了控制水流香的诸多秘法 如此存在 好鬼秘 就像是藏匿在水流香身后的恐怖阴影 无法看到它的存在 却又如影随形 让人防不胜防 北荒域的六大势力之中 九寒宫本就是最为神秘的存在 现在接触下来 越发能感觉到 它的诡异莫测 只不过 兵妖领域这四字 我是第一次听到 此女到底是何方神圣 楚行云在脑海中搜索着夜千寒的来历 最终仍是无果 但他的潜意识 告诉他 此女绝非等闲 光从刚才的交手判断 他所拥有的实力 就足以让他忌惮 而且 这是否就是夜千寒的所有实力 楚行云并不知晓 一切都只能推测 本章完 第625章 规则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一日 清晨时分 万星楼外 各大势力汇聚而来 不过到来之人 树木却是不多 显得有些稀稀疏疏 当楚行云到来之时 空间的气氛有些凝固 各大势力之间 似乎都存有一丝丝敌意 眼眸沉下 谨慎扫视着四周 最阴冷之人 当属神消电 只见顾天骄站立在虚空中 浑身上下都萦绕着冰冷之意 他冷冷 盯着水流香 不用明说 光是散发出来的敌意 就足以让人退避三步 不敢直掠其锋芒 那名黑衣男子 是一尊阴阳静强者 在神消电的地位极高 有人莫名其妙地死去 神消电当然会心生不悦 不过 顾天骄似乎误会了 以为那人的死 是流香所为 楚行云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在心中暗暗说道 在所有人的眼中 水流香不仅实力强横 且生性是杀 也正因如此 他成为了众人之敌 五大势力要联合起来针对他 殊不知 真正的始作俑者乃是叶千寒 他掌控着水流香的举动 而且论实力 也是极其恐怖 能轻松灭杀阴阳二重之人 更为重要的是 此女生性阴冷 善于隐忍 就宛若阴暗中的尖刀 给楚行云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让他不敢小觑 目光朝四周扫过 忽然的 楚行云看到了苏慕昭和苏靖安 这两人也同样看到了楚行云 身体威公 脸上浮起一抹淡淡笑叶 楚行云也同样但笑回之 虽说六宗大比期间 他们三人也将成为对手 但对手也分为很多种 他深知苏靖安和苏慕昭的品行 心中无半点冷意 在楚行云扫视周围的时候 也有树道目光 落到了他的身上 这些目光 或是阴冷 或是炙热 弥漫于虚空中 使得气氛变得越发诡异 阴冷者 赫然是顾天骄和林靖轩 他们跟楚行云有所恩怨 之前碍于特权 双方不得出手 但在古兴秘境内 却没有这个顾忌 强者升 败者亡 火热者 则是罗森和顾芒 这两人都是 好战之辈 但凡参加六宗大比的 任何一名天才妖孽 他们都想挑战一番 至于其他之人 正站在各处闭目养神 平静的面庞之下 同样隐藏着万千思绪 暗暗窥视着周围 审时夺视 眼前这十二人 是六大势力的希望所在 未来 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绝世强者 一举一动之间 都饱含深意 不会做无用之功 都到齐了吧 只听此时 那虚空中有一道 声音飘来 众人抬头望去 便见以古繁星为首 十八名强者漫步而来 他们一个个气息恢弘 可怕灵光自体透出 震荡虚空 各大势力的高层踏出 对着古繁星寒暄几句 古繁星也不见外 逐一回应着 随即 他将目光看向十二名天才妖孽 脸上的笑意慢慢退去 神态变得严肃起来 他挥了挥手 朗声道 既然到了 那我就讲解一下 此次六宗大笔的具体规则 文言 整片虚空变得寂静 所有人都将目光凝望过去 包括叶千寒和水流香 一个个聚精会神的听者 不愿错过一丝一吼 六宗大笔 共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为资格赛 古繁星声音辉弘 传荡到虚空各处 你们十二人 将进入古星秘境 通过自己的实力 在古星秘境内生存 并寻找机遇 一个月后 秘境将重新开启 但凡安然离开秘境之人 就有资格进入第二阶段 说话间 他的手掌张开 十二道幽光陡然浮现 那是一枚枚拳头大小的灰黑令牌 呈六角之形 材质特殊 散发出金银光滑 上面还雕刻着诸多古老名文 看上去颇为玄秘 古繁星手指一弹 十二枚令牌 落到天才妖孽的手中 刚入手 一股冰凉感觉袭上心头 任凭灵力如何激荡 都无法渗入这枚令牌半分 古星秘境无比的广阔 其内 存有一股奇妙气息 称之为仙气 你们手中的古星令 能够吸纳仙气 并且将仙气 凝于身体之中 仙气越多 所能凝聚出的虚影 也就越为庞大 哪怕相隔十余里 都能清晰看到 古繁星说完这句话 不少人都是皱紧了眉头 顾天骄将声音压低 率先开口道 仙气越多 虚影就越是庞大 这将彻底暴露自己的所在位置 如果我猜得没错 仙气应该另有作用吧 六宗大笔 必为一场腥风血雨 对于任何一人来说 暴露自己的位置 是一件无比危险的事情 极有可能遭遇围攻 若仙气毫无作用 这股星令的存在 只会是累赘 一个月后 秘境将重新开启 但凡抵达中央高峰之人 都能安然离开古星秘境 在此期间 仙气数目的多寡 将决定先后排名 古繁星不急不缓 继续解释到 六宗大笔的第二阶段 乃是排位战 此阶段的对战顺序 将由第一阶段的排名 来决定 率先离开之人 能获得优先权 可以选择挑战之人 甚至 那人还有机会轮空 直接进入下一站 听到这里 众人顿时恍然 仙气的多寡 将决定排位战的顺序 而排位战 将直接决定 六宗大笔的魁首之位 如此一来 要想在排位战中夺得仙击 那么就必须得到最多的仙气 但仙气的树木多寡 并不能隐藏起来 人人都能看见 换言之 人人都能出手抢夺 况且 离开古星秘境的地点 尤其仅有一个 那就是中央高峰 纵使你拥有海量仙气 若不能抵达此地 都将失去排位战的资格 这样的规则 倒也有趣 在夺取仙气之余 也要考虑对手的动向 最后 还要安然无恙地登上中央高峰 一旦爆发争斗 所有人都将陷入无尽混乱之中 楚行云的眼眸一亮 这资格战的规则看似简单 却暗藏无数玄机 要想夺得优胜 必须有极深的考量 一步都不能走错 而且 古繁星仅仅只是 说明了规则而已 他并没有明说 这仙气要如何获得 古星秘境之内 又存有多少的危险 这一切 他都刻意隐瞒着 即便昨日范无杰出声询问 他也不愿说明 显然是想利用东道主的身份 抢占第一仙机 刹那间 十二名天才妖孽的目光都沉了下来 相互扫视着对方 隐约透出深思之意 至此 他们虽未进入古星秘境 但六宗大笔 却在此刻逐渐拉开了帷幕 本章完 第626章 古星秘境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古繁星感觉 到了气氛的微妙变化 也不故意拖延时间 直接挥了挥手 对着众人开口道 我们这就出发吧 众人纷纷点头 旋即 一道道身影 腾空而起 一行人声势浩荡 朝着圣兴城的北边方位 开复而去 古星秘境 位于圣兴城的极北之地 那里 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地带 寸草不生 人烟罕至 正因为这个原因 古星秘境才迟迟没有被发现 沙漠内 黄沙扑洒在地面之上 让整片大地化为金黄颜色 一眼望过去 无边无际 没有任何身影 处处透着荒芜的气息 所有人都没有出声 但每个人的表情却都不同 这次六宗大笔 充满了不确定性 任何人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包括星辰古宗之人 身为东道主 他们对古星秘境的情况最为了解 只不过 这些了解很是浅薄 毕竟发现古星秘境的时间极短 仅有半年 而且 秘境内存有诸多的限制 一旦开启了古星秘境 各大势力的强者都将出手 在维持秘境稳定的同时 也将相互限制 绝不允许出现暗中出手的现象 如此情况 能最大保证大笔的公运性 公平性 楚星云位于队伍的最前方 此刻她的目光 却落在了后方 准确来说 是落在了长翅肖和秦秋末的身上 那两人此刻的表情 阴沉到了极点 当初 这两人尾随而来 就是为了寻求柳问天的帮助 暗中置楚星云于死地 但这两人的运气极差 柳问天恰好闭关不出 双方未能见面 而现在 六宗大笔即将开始 他们将无法对楚星云出手 虽说楚星云进入古星秘境 生死难料 但只要楚星云安然度过资格战 那么她将得到更多的保护 到那时 这两人更加没有机会出手 正因为这点 长翅肖和秦秋末极为烦躁 预料和现实 差距太大 让他们极为难受 进入古星秘境后 所有人的位置都不可预料 你务必要小心 如若遇到强敌 暂且撤退 我会尽快与你会合 这时 百里狂生靠近过来 她的脸上充满了担忧 楚星云淡笑道 放心 我自有分寸 在古星秘境中 你要多多提防顾天娇和顾莽 你杀了大罗金门的长老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区区两人 我还没放在眼里 他们若敢对我出手 我定然会让这两人后悔 百里狂生大笑一声 也不压低声音 放浪行孩 这话音传到了众人耳中 立刻让顾天娇和顾莽的脸色 变得无比难看 冷哼回道 这一句话我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我等着 百里狂生又是一笑 她的言语虽轻狂 心中却并未小觑两人 浑身上下都是凌厉的剑意 如一柄出鞘之剑 要大杀四方 经由这两人的对话 原本寂静的空间 煞时变得火热起来 速度不自觉地提升 急速奔向了沙漠深处 很快 在众人的正前方 陡然间出现了一道黑色裂缝 伴随着这道裂缝的出现 一股混乱的气息弥漫 狂风呼啸声 显得格外刺耳 前方就是古星秘境所在了 古凡星道了一声 他目光朝两边望去 顿时 那十八名星辰古宗的高手向前踏步 身上同时蔓延出璀璨星光 冲天起 凝成一座星辰古镇 轰隆隆 只是顷刻间在星辰古镇的笼罩下 那漆黑裂缝变得越发巨大 裂缝中 有一道微光绽放而出 似乎是一座青铜门户 还未靠近 就能感觉到一股古老苍茫的气息 做好准备 范无杰来到了楚行云和百里狂盛的身边 不仅是他 其余势力的高手也纷纷出裂 表情肃目地凝视着前方 这时 古凡星等人已经来到了青铜门户之前 他们的双手凝结着玄妙古印 每个人的古印都截然不同 气息合一 同时朝着前方轰然拍出 轰一声 魂厚灵力落在青铜古门上 陡然间 闷尘声响传荡出来 那扇古老门户开启 其内 弥漫出一股难以言说的远古气息 这就是古星秘境 众人的目光凝望了过来 通过那扇青铜古门 他们依稀可以看到门后之景 那里 似乎是一方小事件 进去吧 时间为一个月 一个月后 务必要抵达古星秘境的中央高峰 绝不能错过这唯一机会 古凡星再度告诫到 他低贺一声 那扇青铜古门完全打开 一股强横犀利击射而出 将漫天黄沙都卷入了其中 楚行云等人不再犹豫 同时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纷纷略动身形 进入了古城内部 嗡嗡嗡 耳旁传来了接连不断的嗡鸣声 楚行云先是感觉眼前一花 旋即 他的脑海不断旋转 意识更像是脱离去巧 难受到了极点 所幸的是 这种感觉只持续了片刻 待他睁开双眼 只见自己站立在一片密林当中 古树丛生 大地辽阔 空间内 弥漫着神秘古老的气息 这里是一片独立空间 有天地 有日月 也有诸天星辰 但不同的是 在楚行云的视野尽头 他可以看到 一座冲天起的高峰 高达万丈 仿佛将天地都连接了起来 此高峰 赫然正是中央高峰 从那段历史光影判断 星辰仙门已经陨落了数千年 数千年的岁月过去 这片空间并未消逝 依旧保存极好 由此可见 当初的星辰仙门 有多么强大 楚行云静静感受着周围的气息 很稳定 毫无崩溃流逝之感 能将宗门建立在独立空间中 已经是极为困难之事 唯武皇强者方能做到 要让独立空间存在数千年而不消失 更是需要强横手段 楚行云门星自问 上一世的他 虽然能做到这一点 但也要花费无数心血 从这点判断 身为星辰仙主的水落秋 实力并不在他之下 甚至可能更强 毕竟 历史光影中的那一战 让楚行云印象深刻 双方的每一次出手 都能引来天地震荡 绝对是强者中的强者 至于最后 水落秋是否战死 那梅玉石是否是轮回时 楚行云都不知晓 更不清楚双方的所去所留 但他可以确定的是 这里 极有可能存在着答案 本章完 第627章 仙气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楚行云在密林中 急速掠动着 他所在的这片区域很大 人烟罕至 据他所知 星辰仙门的势力惊人 雄霸了整座真灵大陆 如此强横的存在 终于必定极为辽阔 这里很可能存有一处处遗迹 他要想了解古星秘境 就必须找到这些遗迹 在不知小局势的情况下 唯有通过不断搜寻 才能有所收获 嗯 忽然之间 楚行云感觉到了一股狂暴气息 目光望去 只见在他的右侧之处 出现了一头体型巨大的猛虎 这猛虎通体呈现出黑紫颜色 嘴长獠牙 备有双翼 没心处 还闪烁着一抹五彩微光 给人一种玄妙莫测的感觉 那抹五彩微光 似乎跟古星令有所共鸣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仙气 楚行云的目光凝了下 仙气存在于灵兽体内 好生其妙 妃子猛虎的身体突然跃动起来 双眼充斥着狂暴气息 盯着楚行云 从他眼眸中弥漫而出的杀意 楚行云能清晰地感受到 好 那紫黑猛虎突然仰天怒吼 他的霜翼闪烁 庞大身躯 居然缓缓悬空 力找探出 宛若流光般 朝楚行云扑杀过来 速度快得惊人 这瞬间 紫黑猛虎化为了一道杀戮紫光 杀意纵横八方 来得好 楚行云战意高昂 他双目凝视着扑杀而来的紫黑猛虎 身躯不动 但双方不足三尺之时 他的脚步方才一撤 一抹璀璨见光绽放 如羚羊挂脚般虚无缥缈 直刺紫黑猛虎的软腹要害 楚行云的反应速度惊人 大大出乎了紫黑猛虎的意料 此刻 他知道自己已经避无可避 索性也不再闪躲 血盆大口张开 吐出一道道紫光 朝着楚行云轰杀过去 这头紫黑猛虎 灵质颇高 居然想以伤换伤 楚行云淡笑一声 他身上闪烁出幽子光滑 脚步一踏虚空 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之时 已经站在了紫黑猛虎的面前 死吧 武林之剑绽放 楚行云的手中 出现了黑洞重剑 从扇下砸落 恐怖的力量爆发出去 天地一声闷响 重剑碾碎了长空 紫黑猛虎发出一道恐怖的长啸声音 但他终究未能 改变结局 黑洞重剑落在他的身躯上 力量爆发 那庞大的身躯 砸落在地面上 并未化为血沫 而是逐渐变得虚幻起来 这头猛虎并非生灵 楚行云看到对方的身躯变得虚幻 心神微微移动 旋即 他的掌中出现了古星令 印在紫黑猛虎的身上 微弱犀利 将那抹五彩微光吞噬 同时 楚行云的身后处 凝聚出一道五彩光柱 仅有一尺之高 神光内敛 果然是仙气 一缕仙气 高达一尺 数量越庞大 就越是高耸入云 楚行云凝视着身后的五彩光柱 瞬间就明白了许多 只是这仙气跟他并无联系 两者虽容为了一体 但相互却无任何的作用 任何事物的存在 都有他的意义所在 这仙气来自神秘的星辰仙门 绝不会毫无作用 楚行云的见识极为丰富 刚才 紫黑猛虎的身躯消失 仙气的突然出现 这两点都颇为的惊人 他越发感觉到 星辰仙门的深不可测 一压 衣袖中传来了小魂的声音 他将毛茸茸的身躯探了出来 两只眼睛死死盯着 紫黑猛虎消失的地方 眼睛里居然透出一股失望之色 小魂 你有何发现 楚行云不由地询问一声 但很快 他就有些后悔了 只见小魂蹦跳到地面上 嘴中不断发出咽咽咽咽的声音 两只小爪子挥舞 做出一个又一个 让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小魂还处于幼年时期 无法口吐人言 就算他真的发现了什么 那么楚行云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点让楚行云很是无奈 片刻后 小魂也发现了这点 他极为人心化地叹了口气 身子一跃 重新落到楚行云的怀里 小脑袋晃个不停 好像很是无奈 你这小家伙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口吐人言 难道你真的只能通过吞噬灵魂之力 才能逐渐长大 楚行云拍了下小魂的脑袋 小魂撇了撇嘴巴 似乎表示自己也不甚清楚 目光从小魂身上移开 楚行云身形略动 继续朝前方奔去 这一座山林极大 连续奔行了数个时辰后 仍是未能看到尽头 在此期间 楚行云又遇到了树头灵兽 这些灵兽的模样都很古怪 跟外界的灵兽截然不同 而且 他们的眉心处都存有仙气 实力不算太强 相当于天灵上三镜的人类舞者 哄 伴随着一头巨像的轰然倒地 楚行云再度收获一缕仙气 直至此刻 他已经拥有五缕仙气 光柱可达五尺高 光芒璀璀璨次目 只不过 这一高度算不得出色 很容易就被掩埋在山林之中 同时 楚行云也没有感觉到 其他天才妖孽的存在 出入古星秘境 他们都应该以探查为主 熟悉这片地狱 并不会疯狂搜集仙气 哄 正当楚行云要继续赶路之时 侧方 陡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怒吼声音 狂暴净风横扫过来 吹得古树都发出一压摇晃的声音 人类舞者的气息 楚行云的双眼微微眯着 没有迟疑 他立即化为一道幻影 朝着声援传来的掠曲 很快 他看到了一片蛊湖 在那片蛊湖的上空 站立着一名窑窕少女 她的容貌极美 双眸如星辰般闪耀 手掌蕴含星光 拍动间 那星光汇聚成一枚幽子星辰 洒落重重微光 镇压着整一片蛊湖 这窑窍少女 赫然正是柳诗韵 楚行云皱了皱眉 顺着柳诗韵的目光望去 下一刻 她看到了蛊湖的中央处 撬生生地绽放着一朵红莲 莲半似火 莲子却透着阴寒之气 颇为的奇妙 八级灵财 阳火寒莲 楚行云一眼就认出了那株灵财 但在同时 她也敏锐地注意到 在阳火寒莲的所在处 潜伏着一丝极为危险的气息 这气息 来自一头蟒蛇 身躯足有百丈长 灵甲银白 头颅上还长有一根独角 似乎很快就会化为胶蛇 其长蛇性吞吐着 已然将柳诗韵 当成了口中猎物 蟒蛇的品种 楚行云认不出来 但她可以感觉到 这头蟒蛇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很强 相当于阴阳一重天的人类舞者 而且 这头引领蟒蛇的独角下方 足足存有无缕仙气 本章完 第628章 连斩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无缕仙气 楚行云微微动容 她一路走来 遇到的灵兽并不多 花费数个时辰 也仅仅收集了五缕仙气 但眼前这头引领蟒蛇 却拥有整整五缕仙气 若能将其击杀 可以极大提高收集仙气的效率 相对的 这头引领蟒蛇的实力 也颇为强横 达到阴阳一重天 在暗暗思索的时候 楚行云还注意到 柳诗韵身后的五彩光柱 足有两丈高 这便说明 她已经拥有20缕仙气 收集速度惊人 她居然也在这片区域 柳诗韵自然察觉到了楚行云 一双柳眉促起 似乎有几分苦恼 嘴巴张开 还未来得及说话 她前方的湖水 突然激荡起来 小心 柳诗韵对着楚行云一鹤 几乎在出言的瞬间 一股恐怖煞气 从古湖中暴涌而出 诡异幽光闪烁 那朵珍贵的阳火寒帘 陡然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 是一头浑身覆盖灰黑灵甲的 凶残狂猛 冲杀到楚行云的面前 血盆蛇口张得巨大 这一幕 出现得太突然 前一刻 仰火寒帘还在静静绽放着 下一瞬 她就化为一头灰灵狂猛 朝着楚行云 发动迅猛攻势 不过 楚行云似乎早就有所预料 在灰灵狂猛冲过来的前一刻 她便双脚蹬地 将身形横移三尺 避开了对方的攻势 又长虚伏 紧紧握住了黑洞重剑 展 剑锋扫下 恐怖力量还未降临 就压得灰灵狂猛 不断嘶吼 她的反应速度极快 化为一道灰黑流光 轻松躲避开来 铁尾顺势扫出 直刺楚行云的胸膛要害 这头灰灵狂猛的实力并不弱 也是达到了阴阳一重 速度极快 无比的狡猾 楚行云将黑洞重剑 横荡于身前 铁尾扫过 重重轰击在剑身之上 可怕的反阵力涌动 让楚行云的身体倒飞出去 连踏三步 方才堪堪停下 周身血气翻滚不休 好强横的力量 楚行云目光一宁 古星秘境的灵狩 实力都极为强悍 比外界同等级灵狩 要强上三分 刚才那一击 已经足以重伤天灵九重之人 见楚行云没有危险 柳诗运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目光陡然一过 头顶上的紫星武灵 洒落重重紫芒 皆是杀向了银铃蟒蛇 同时 他的双手 捏出一道繁杂无比的法印 硬从天落 彻底锁定住银铃蟒蛇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法印落下 古狐静止掀起了白米水花 银铃蟒蛇长笑一声 庞大身躯冲撞而出 携带着恐怖力量 扑向了柳诗运所在的位置 这一方的战斗 如火如荼 楚行云却并未关注 此刻他将身体沉下 右臂单举黑洞重剑 像急了一头蛰伏带出的野兽 周身肌肤上 竟弥漫出一丝丝灰黑气息 灰灵狂猛的嘴里发出一声怪叫 他看到这灰黑气息的时候 身上的凶器顿时消散三分 居然有些畏惧 齐长蛇身不断挪移 尤为的烦躁 不安 斩 楚行云向前踏出一步 黑洞重剑 击射出万千黑芒 充斥着毁灭的陨山气息 压迫整一片虚空 感受到楚行云的逼人气势 灰灵狂猛先是一惊 旋即 他那双蛇眸中 闪烁出不屑之光 对楚行云的速度充满了鄙夷 神色机巧 只见他甩了甩蛇尾 灰黑幽光再度绽放 正准备闪烁躲避的刹那 眼前 一抹幽子光芒绽放而开 刚才还远在数十米外的楚行云 居然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 黑洞重剑高举 混虫黑光如山 充斥在空间各处 空神瞬步 深邃的毁灭黑光闪过 淹没了灰灵狂猛的身躯 将他的身躯碾碎掉 化为一块块碎肉落下壶中 发出扑咚扑咚的落水声音 无缕仙气飘荡出来 悉数进入到楚行云的古星令中 锦一见 就轻松斩杀了对手 柳诗运看着被染红的古壶 有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他发现自己似乎小觑了楚行云 他的力量霸道的有些甚人 好 剑灰灵狂猛死去 银灵蟒蛇发出愤怒嘶吼 不再与柳诗运缠斗 转过身 口中吞吐着银色光滑 朝着楚行云疯狂袭杀过去 楚行云这时堪堪收剑 一眨眼 银灵蟒蛇就扑杀过来 但他的神色依旧从容淡定 右手手腕翻转 属于万象碧楷的银白之光击射 十二万象之力全然爆发 逆剑是 剑锋擦行着地面扫过 撕裂出一条奇长地缝 黑洞重剑从上而下扫出 划过一道玄妙弧度 斩向了银灵蟒蛇的头颅 灾祸之气如潮水般涌出 接触到银灵蟒蛇的身体 发出扑哧扑哧的腐蚀声音 轰一声 银灵蟒蛇的头颅被轰碎 狂暴剑气不休 将银灵蟒蛇的身体覆盖住 剑势翻滚 灾祸之气弥漫 竟有生生不息之意 最终将其湮灭成虚无 连一丝尸骨血肉都未曾留下 好强 柳诗运见到银灵蟒蛇被杀 脸上的金蓉更胜 方才 楚行云刚斩杀了灰灵狂蟒 理应无法应付银灵蟒蛇才对 但 他反手一剑 剑锋逆转而行 直接轰碎银灵蟒蛇的头颅 此剑 好生惊艳 完全颠覆了柳诗运对剑招的理解 楚行云微微松了口气 手掌抚过 将虚空中的五履仙气收下 至此 他已经拥有了十五履仙气 铸长一丈五尺 隐约散发出一种 悬又齐悬的气息 灾祸之气无比的霸道 连五行都能克制 但接触仙气的时候 却没有丝毫作用 这仙气的来历非凡 定然藏有什么性命 刚得到仙气的时候 楚行云就增细细研究 甚至尝试将仙气纳入体内 奈何 这仙气颇为玄妙 无论使用任何办法 都难以改变其形态 洛云 你这样做 未免有点过分了吧 这时候 柳诗运的声音响了起来 打断了楚行云的思索 抬起头 却见柳诗运那张绝美面庞之上 正拢罩着一抹韵怒 哼声连连道 这两头灵兽是我的猎物 你一出手 直接将其击杀不说 还顺势收走了十缕仙气 这样的举动 跟强盗有何不同 柳诗运越说越是恼怒 这两头灵兽 本就由他发现而来 而且 以他的实力 也能将这两头蟒蛇击杀掉 拿下十缕仙气 但楚行云的突然出现 完全打乱了计划 整整十缕仙气 当着他的面被收走 他又岂能不怒 楚行云看着柳诗运 平静开口道 我主动攻击了这两头灵兽 听到这话 柳诗运愣了下 不知道楚行云要说什么 我路过这里 本就没想过出手 但这两头灵兽主动攻击 想置我于死地 为了自保 我出手将其击杀 难道有什么不对 楚行云继续道 使得柳诗运的眉头皱得更紧 张了张嘴 久久说不出半句话来 的确 楚行云来到此地之时 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 反倒是那两头灵兽主动扑杀 出于自保 楚行云出手还击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就算 柳诗运咬牙辩驳 刚吐出两字 他立刻止住了声音 对着楚行云哼了一声 道 这次就算我倒霉 十缕仙气 就当送给你了 说完后 他轻轻挪动帘步 武林之光闪烁 直直朝着前方奔去 如今的局势 他已经落于下风 就算出言辩驳 也无法改变什么 与其白白浪费时间 还不如搜寻其他的灵兽 柳诗运的心思玲珑 这一点 看得极为通透 且慢 他刚掠出十余米 身后 楚行云的身影陡然出现 声音更是没入到柳诗运的耳中 要一战吗 柳诗运的目光沉下 十二名天才妖孽 进入古星秘境 自然免不了一场场激战 从见到楚行云之时 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随时出手一战 嗡 柳诗运陡然转过身 双手早已捏好了法印 准备拍出的瞬间 他的视野中 忽然出现了 五缕散发着五彩光芒的仙气 缓缓飘来 最后落入到他的手掌心 同时 他再度听到了楚行云的声音 淡然若水地说道 我们做一笔交易如何 本章完 第六百二十九章 仙气的作用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看着面前的五缕仙气 柳诗运脸上 浮起疑惑之色 弥漫周深的紫光 却并未就此散去 时时刻刻警惕着 见此 楚行云也不在意 韩笑道 我刚进入古星秘境 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未知 而你 身为星辰古宗之人 应该知晓很多讯息 只要你将这些讯息告知于我 作为报酬 我愿意奉上十缕仙气 言语间 那五缕仙气 落到柳诗运的面前 其上 没有附着任何的灵力 很纯粹 这五缕仙气 是楚行云的诚意 你觉得我会同意 柳诗运笑了声 他所掌握的讯息 乃是最大的优势所在 一旦说出 这些优势将荡然无存 十缕仙气 虽重要 却不值得 他这样做 当然 楚行云同样笑了 笑容温润 如林家青年般温润 不急不缓地道 古星秘境出现的时间并不久 加上诸多限制 星辰古宗所能得到的讯息并不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对古星秘境会越来越熟悉 你所拥有的讯息 很快就会被所有人知晓 这点 你无可否认 柳诗运心神微微一颤 脸上却保持着平静模样 这些讯息被知晓之后 将彻底无用 你没必要苦苦隐藏 直言说出之后 能轻轻松松地得到十缕仙气 何乐而不为 毕竟 十缕仙气 虽不多 但也不少 楚行云的话音 带着一丝诱惑之意 使得柳诗运的双眸 不断闪烁着微光 似在权衡立弊 片刻后 他回道 你就不怕我欺骗于你 听到这一声反问 楚行云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也不出言 手指轻轻一弹 无缕仙气 稳稳落到柳诗运的掌心中 同一刻 又有无缕仙气掠出 飘荡在两人之间 楚行云两世为人 阅历极其丰富 柳诗运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但总归 只是一名少女 言语真假 她还是能够辨别出来的 再者 楚行云知道 古星秘境是星辰仙门的宗裕所在 她通过万星断食的历史光影 对星辰仙门有一定的了解 还不至于被柳诗运所欺骗 感受到楚行云的信任 柳诗运神色异领 立即说道 仙气 乃是一种玄妙气息 无法吸收 无法摧毁 更无法藏匿 她存在于古星秘境各处 无法统计其数目 这一次的资格战 仙气数目的多寡 将决定排位战的对战顺序 因而 仙气对我们的意义非凡 但除了这点 仙气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开启遗迹 听到这里 楚行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秉息听闻过去 柳诗运依旧说道 古星秘境的来历非凡 在这片广阔空间之中 存在着一座又一座遗迹 这些遗迹来自星辰仙门 神秘而又强大 每一座遗迹都布下了秘法 寻常人根本无法进入 唯有以仙气为钥匙 方才能进入其中 一探究竟 那些遗迹那有什么 楚行云出声询问 不清楚 柳诗运无奈摇头 叹气道 古星秘境中存有诸多限制 这些遗迹又无比神秘 虽说我们星辰古宗 早已出手查探 但迟迟不敢进入这些遗迹 听着这一番话 楚行云不禁暗暗点头 古星秘境存有限制 阴阳之人 根本无法踏入半步 而星辰仙门的来历强横 所残留下来的遗迹 也必然惊人 极有可能伴随着危险 在如此情况下 贸贸然进入遗迹 并不理智 甚至可能引来灾难 将这样的神秘之地 作为六宗大笔的考核 可以借由六大势力的 天才妖孽之手 轻松查探清楚 这倒不视为一个妙计 十二名天才妖孽 天赋惊人 论实力 足以比肩阴阳强者 如果连他们都无法探查出星秘 即便这座古星秘境 在惊人莫测 也将没有任何的意义 还有其他讯息吗 见柳诗运不再开口 楚行云又是发问 对于古星秘境 我们知道的讯息极少 仅有这些 柳诗运撇了撇嘴 楚行云可以感觉到 他并没有说谎 古星秘境出现的时间不久 限制极多 能得到这些讯息 已经算是不错了 该说的 我都已经说完了 剩下的五履仙气 交给我吧 柳诗运看向了虚空中的 五履仙气 目光略微有些炽热 若能得到这十履仙气 他将拥有三十履仙气 光柱可达三丈之高 楚行云耸了耸肩 屈指一弹 五履仙气落到柳诗运的手中 随即他沉吟了片刻 伸手指着柳诗运所在的方位 问道 那里 应该有一处遗迹 我说的对吧 嗯 柳诗运的呼吸骤然一凝 下意识到 你怎么知道 刚出口 他立刻捂住了嘴巴 但楚行云已经听到这道话音 脸上笑容灿烂 这让柳诗运的脸色变得 无比阴沉 语气不悦地说道 早就听说你生性狡猾 擅长玩弄城府手段 从一开始 你就在算计我 想要从我口中套出话来 算计 楚行云哑然一笑 他摇头道 进入古星秘境后 当务之急 就应该熟悉环境 藏匿自己的踪影 以免引来他人的围攻 但仅仅过去数个时辰 你就收集了二十缕仙气 还准备灭杀两头灵兽 将五彩光柱升至三丈 如此做法 你不仅没有觉得不妥 还颇为积极 你亲口说过 古星秘境内藏有诸多遗迹 而仙气 则是进入遗迹的唯一要事 如果将这两点联系起来 很容易就可以推测到 你很想进入遗迹 寻找奇遇 所以才会不顾暴露自己的危险 全速搜集仙气 楚行云的平静话音 犹如一枚枚巨石 狠狠震荡着柳诗运的心神 让他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些正是他的心中所想 楚行云说的好准 星辰古宗作为东道主 占据着天然的优势 在进入古星秘境前 柳诗运就被告知 要全力搜集仙气 但在其他天才妖孽 还未发现仙气的作用之前 进入遗迹 先一步得到奇遇 增强实力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 楚行云居然看破了 说得一字不差 那你怎么知道前方存有遗迹 柳诗运还是有些不甘 纵使楚行云再聪颖 他也不可能知道遗迹的具体方位 你知道遗迹的位置 并且急于进入遗迹 所以 你的举动很容易暴露这一点 你刚才匆匆离开 一言不发 静止朝前方掠去 那时我就知道 遗迹的方位 多半就在前方 距离应该不是太远 楚行云笑了笑 但这一抹微笑 落入柳诗运的眼中 却是极其刺眼 他深深吸了口气 这才感觉舒服了些许 面对着楚行云 他会感觉到 一股莫名的压力 这压力 不仅仅来自对方的天赋和实力 还有那一双漆黑眼眸 很锐利 似乎能洞察一切 既然你知道先气的作用 又猜出了遗迹的方位 接下来 是否要跟我一战 企图独吞遗迹 柳诗运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美眸微微沉下 已经将楚行云 看成了真正的对手 不过 楚行云仍是摇头 下一刻 他突然朝左侧方向望去 微笑着道 苏兄 你无需再躲藏了 出来吧 本章完 第六百三十章 同行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柳诗运的神色在变 他顺着楚行云的目光望去 却见在古树之上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青衣男子 此人身形挺拔 面容清秀 后背 还记着一方古朴木晴 他的双眸正望向楚行云 带有一丝丝惊诧之意 开口道 洛云见主好眼力 居然识穿了我的藏匿之法 说着 他来到两人的面前 微微欠身作医 苏敬安 你何时来到此地 柳诗运凝声说道 他不想刚才的事情 被苏敬安听到 我出手斩杀那头灰灵狂猛之时 苏兄就来到了这里 刚才你我说的话 他应该都听到了 楚行云淡淡地笑了下 这让苏敬安的表情有些尴尬 信心挠了挠后脑勺 你明知道他在 为何还要提出那个交易 柳诗运有些看不透楚行云 刚才那番话 价值十缕仙气 就这般被苏敬安听到 此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为了刚才那番话 洛云见主付出十缕仙气 我自然不会白白听闻 苏敬安表情严肃 对着楚行云笃定说道 待我得到仙气后 定会奉上五缕仙气 绝不抵赖 苏敬安的手中并无仙气 否则 他也不可能藏匿在暗处 躲过柳诗运的查探 仙气乃特殊之物 无法摧毁 也无法藏匿 一旦得知 必定会凝成五彩光柱 任何人都能看到 这一番话 听着有点像敷衍之语 但楚行云却没有丝毫怀疑 上一世 他和苏敬安的交情极深 很清楚 后者说一不二的真性情 既然说了 奉上五缕仙气 那么绝不会食言 区区十缕仙气而已 不必看得太重 更何况 就算苏兄 你不在此处 我也会提出交易 楚行云摆了摆手 让苏敬安苦笑一声 看向对方的目光之中 不再有距离之感 顿时清静了很多 苏敬安可以感觉到 楚行云的这番话 并非谄媚之言 而是发自真心 更为重要的是 在万星断食前的那一声提醒 对苏敬安帮助巨大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对楚行云 产生结交的念头 而此刻 这种感觉 更加强烈了 待离开了古星秘境 且不论排名先后 我都会请洛云见主喝酒 你我不醉不归 苏敬安的话音真切 少了一丝平日的儒雅 多了一丝江湖儿女的豪情 好 楚行云笑着点头 随即目光朝前方望去 道 但在此之前 你我还是先进入一季之中 若被别人远远甩在身后 恐怕连古星秘境都走不出去 苏敬安淡淡一笑 柳诗运则是整张脸 变得无比难看 几乎蹦跳起来 道 你们也要前往一季 不可以吗 楚行云反生疑问 柳诗运顿时哑然 这一季 归属于星辰仙门 从某种角度上说 他们都是入侵者 皆能理所当然地进入一季 只不过 那处一季 是星辰古宗率先发现的 现在 楚行云和苏敬安都要进入 他总归有些不愿 一季神秘莫测 一人进入 难免会遇到危险 若是柳姑娘不介意 我们可以三人一同进入 如此一来 就算有所危险 也能相互照应 苏敬安感觉到了柳诗运的不悦 立刻出声安慰 我们是对手 现在却变成同伴 不觉得有些离谱吗 柳诗运冷笑一声 楚行云扫了他一眼 平静回应道 但我们此刻的目标相同 都是为了进入一季 柳诗运愣了一下 却听到楚行云继续道 况且 进入一季 应该需要不少的仙气吧 仅凭借你一人收集 会花费不少的时间 如果在此之前 有人率先一步进入一季 将对你更为不利 古星秘境很大 一季也不止一个 若能率先进入一季 并且对此有所了解 哪怕收获平平 也能对往后的行动有所帮助 毕竟 我们停留在古星秘境的时间 有整整三十日 朱姬言语 一字不差地传到柳诗运的耳中 他凝视着楚行云 心中没有丝毫的不悦 反而下意识 有种赞同之感 觉得这番话深有道理 你成功说服我了 半想后 柳诗运终于吐出一言 他被楚行云说服了 三人进入一季 更为稳妥 柳姑娘请放心 这次我们进入一季 乃是以同伴的身份进入 个人所得 绝不会强行争夺 这点 我相信洛云建主也会如此 苏静安扭头看向楚行云 语代询问 那是自然 楚行云但笑回应 比起一季中的奇遇 他更在意星辰先门的历史 只要清楚知晓当年的历史 他就能知道 那一战的最后结果 以及 那名身负邪气的男子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 除了他和水流香之外 其他人都无法看到 那段历史光影 这个疑惑 一直存在于楚行云的脑海深处 他隐约感觉到 此事的答案很重要 将会对他有巨大影响 楚行云将念头压下 三人相互交流了一番 便朝着一季的方向奔去 从柳世韵的口中 楚行云知道 早在六宗大笔之前 星辰古宗就探索出了一份简易地图 地图上 记录着一季的具体位置 只要柳世韵和古景天 进入古星秘境 他们就能知道自己的所处位置 同时 也可以快速找到一季 但 这份地图并不完整 还有一大片未知的区域 柳世韵能如此靠近一季 只能说是运气后 毕竟所有人进入古星秘境的位置 都是随机的 根本无法控制 三人行走了半天时间 待日落时分 方才来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条巍峨高耸的山脉 犹如一尊真龙般 横跟在大地之上 空中 云雾飘渺 一座浩瀚无尽的公寓 耸立在那 楚行云远远就看到了这座公寓 但真正身临其境 竟发现这座公寓 散发出灰红古老的气息 就像世外而来的宫殿 坐落于此 耸立于颠 虽已经破败不堪 依旧能感受到 全盛时期的超然 红壮 这就是遗迹 苏敬安的心脏 剧烈跳动起来 如此庞大的一座宫殿 他从未见到过 哪怕是七星谷的传承古殿 也无法与之相比 不仅是苏敬安 柳诗运的心神也在惊颤 他难以想象 到底需要多么庞大的底蕴 才能打造出这样一座宫殿来 星辰仙门的底蕴 好生恐怖 只是一触一迹 就这般震撼人心 本章完 明镜需要您的看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